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1904年奥运会设置跳水项目以来 总共有6位选手获得过4枚奥运金牌 有4位是中国选手 而福明侠则是由此成就的第一人 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 年仅13岁的福明侠夺取了女子10米跳台的冠军 他也成为了最年轻的奥运冠军 1996年亚斯兰大奥运会 带并上场的福明侠在女子10米台上成功背面 三米板比赛又在头号选手谭书平 意外没进决赛的情况下摘得了第一 成为自1960年以来 第一位在同一届奥运会上包揽跳台及跳板金牌的女运动员 2000年悉尼奥运会 已经退役的福明侠再度复出 最终夺取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 福明侠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连续三届奥运会都收获金牌的选手 郭晶晶的奥运之旅似乎更多了一些坎侠 她15岁参加了亚斯兰大奥运会 但因失误 排名女子跳台第五 2004年在雅典 女子三米板的角逐 毫无悬念地拿下了冠军 此外 她还和队友五米侠搭档 获得了女子三米板双人冠军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 郭晶晶复制了四年前雅典的辉煌 在女子三米板单人及双人项目上 再次拿到两块金牌 她也以四金两银的收获 在奥运奖牌数量上 超越了福明侠的四金一银 郭晶晶退役之后 吴敏侠成为了中国跳水队新的一届 2004年奥运会 吴敏侠与郭晶晶搭档 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双人金牌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她和郭晶晶双人赛成功被变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女子双人三米板 吴敏侠在新人合资的配合下 实现了奥运三连冠 而在个人赛上 26岁的吴敏侠也取得了突破 雅典和北京奥运会 她分别拿到了银牌和铜牌 在伦敦奥运会上 她把奖牌变成了金色 今天在里约 吴敏侠第四次站在了奥运赛场上 这位年龄最大的中国跳水奥运选手 再次创下了中国跳水奥运金牌 及奖牌注的新高 同时 她也成为了继搜台之后 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二位五金王